这个男人正在睡觉 突然 一个鬼影出现在他上访 男人直接BBQ了 马哥是一名记者 不过他穿得叮当响 以至于修车厂打电话 催他取车 他都拖延时间 因为没钱交修车费 而且由于母亲住院 他还拖进了医院将近一个月的费用 但在下一秒 马哥就付清了所有费用 他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得从一桩诡异的案件说起 别墅内发生了杀人案 马哥身为记者 来到这里拍摄照片 死者是一名美国人 内脏全部消失不见 马哥拍完照片来到院中 发现院内扔着一部电视机 难道是有人入室抢劫 马哥没有想太多 来到院中的一间仓库 他私下观察 身后的门突然自动上锁 当马哥转过身时 一个全身半透明的人 后来出现在他眼前 透明人是鬼魂老麦 马哥见状并不害怕 这让老麦顿时受挫 再怎么说自己也是一个鬼 马哥好歹也装装害怕的样子 好让他有点成就感 马哥不明白 老麦为何会变成一个饿死鬼 得知马哥是一名记者 老麦给他讲起了案件经过 昨天晚上 身为鬼魂的老麦 吐侃饥饿 于是来到被害人保罗家中 本想用鬼魂的样子 来吓死保罗 谁曾想保罗是名美国人 根本就不害怕鬼 甚至把他当成来客 为他准备啤酒和三明治 这让老麦非常懵逼 他一个鬼 保罗为何不怕他 奈何言语不同 他也没办法告诉保罗 保罗真是个话老 对着老麦一阵抱怨 一会儿说起自己的婚姻 一会儿说起自己的人生 这让身为鬼的老麦简单害怕了 可保罗就像是打开了话匣子 一个也没有停下来 听到老麦云里无礼 甚至丧失了鬼魂应用的能力 比如穿墙 而且他好像变成了一个 拥有实际的鬼魂 就在保罗说的意犹未尽时 屋外的狗狂吠不止 保罗来到外面一看 原来是家中见了两名窃贼 他抄起棒球棍 出去和窃贼决斗 紧接着 屋外从来站在窃上 没过多久 保罗手上带着商走进厨房 拿起桌上的电话 连忙报警 窃贼被他打跑 保罗只是手术了伤 这就奇怪了 既然不是入室抢劫 那保罗是怎么死的呢 赶走窃贼的保罗叫了医生 医生提议他去医院 但是由于保罗失血过多 医生需要一路为他输血 那样的话就没人开车 无奈之下 老麦成了临时司机 在开车送保罗去医院的路上 老麦想起了自己的死亡经过 生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一天晚上 路边的行人拦下老麦的车 随时半路病人变劫匪 用枪威胁老麦 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他们抢走了老麦身上所有的钱 以及老麦的护身符 最后还开枪打死了老麦 自此以后 老麦就变成了孤魂野鬼 正在回忆的老麦由于开车不小心 发生车祸 不过好在保罗和医生都没有大碍 他们把老麦送进了急诊室 老麦全身完好无损 但医生却要给他做全身检查 检查心脏 发现老麦没有心跳 检查脉搏 也没有跳动 老麦不得已告诉医生 自己不是人 而是一个恶鬼 医生直接被吓晕过去 老麦再次回到保罗家中 等保罗回家后 老麦用字典告诉保罗 自己是一个鬼魂 保罗这次终于害怕了 原来他并不是不怕鬼 而是不知道老麦是鬼 这下知道了 但也迟了 老麦吃掉了保罗的内脏 马哥听到这里 想给老麦拍几张照片 可拍好的照片内 却没有老麦的身影 老麦想让马哥把自己捧活 但马哥觉得老麦的故事 简直就是胡扯 就算报道出去也没人信 老麦则威胁他 如果不报道 那他现在就活步了马哥 谁知马哥有护身符在身 老麦没有得逞 来到屋外的马哥犹豫片刻 又折回屋内 对着空气说 如果老麦告诉他彩票中奖号码 他就发布老麦的报道 屋内并没有回应 但在马哥抽烟时 烟雾突然变成一串数字 这表明老麦同意合作 没过几天 马哥果然中了大奖 一次性复兴了母亲的住院费 而且还把自己的爱车带了回来 他也按照之前的约定 报道了老麦的事 可不幸降临 马哥的母亲病存加重 医生告诉他 如果不做手术 母亲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晚上 马哥去卫生间时 再次遇见了老麦 老麦感谢马哥的报道 他已经成为那边的名人 阎王也给他安排了重生的机会 而对于马哥母亲的病 老麦建议不要进行手术 靠着全身插满管子和针头活着 那还不如死了来得轻松 没人想死在医院 马哥来到阳台上思考片刻 告诉老麦 如果母亲能挺过这次 他愿意让老麦吃了它 可事与愿违 马哥的母亲还是去世了 但老麦的脸上 却露出一丝得逞的笑容 恶鬼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母亲的死是否和老麦有关 我们都不得而知 不过就算马哥拥有了财富 也无法挽回母亲的生命 事实证明 钱不是万能的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 感谢 все 再见